歡迎來到這次檔案編號002的下輪檔案 這次繼續是禁區666的NG 步伐 但這次主因就不關遙距錄音的事了 而這次為什麼會有這個NG呢? 我做節目的時候固然要看看資料 但這些資料是用書面語去寫的 就算是我自己打的版本 我自己都會打書面語 而不是口語 所以很多資料上會出現一些字眼 在文字的時候就沒有問題 但如果變成用口說出來 就會很有問題 聽音樂的違和感很大 到那些時刻 我們就變成要NG一下 再收拾幾個字再說 讓大家聽音樂就不會太古怪 所以就有這次NG出現了 事不宜遲 我們就開始播帶吧 而這個都市傳說是說什麼呢? 首先就說曾經在美國 賓州是否就是賓夕凡尼亞州? 沒有錯 有沒有另一個 以前有一本書叫賓州大道 是呀 因為那裡寫賓州 有一個字我不想這樣讀 我會拆一場叫賓夕法尼亞州 我會拆一場叫賓州 這個靈異的都市傳說呢 聽完這段聲帶 你應該非常明白 為什麼有些字 書面語寫出來就沒有問題 但只要變成了口語 那就很大問題了 那你試想一下 我剛才說這件事是有關賓州事的 哈哈哈哈 那整個氣氛都好像錯了 哈哈哈哈 證據這件事是關賓州事的 會有問題的 所以就要調整一下字眼吧 按區666 因為裡面經常有很多資料要看 所以都多這些情況出現 不過很多時候可能是一些英文的資料 看完那一刻就 一時翻譯不及又有 有時候這些字又純粹 可能是譯名 較為巧合的 我們要停一停 調整一下那個說法 調整一下字眼 整一下都會有的 不過今次這段的哈佛聲帶 按巧合的字就 就較為令人容易有遐上多一點 所以呢 這一次的NG都可以剪出來給大家聽一下 那我們今次哈佛檔案的首兩集 就是公開試播的 之後的集數 就會是我們的Youtube會員專享的了 除了哈佛檔案之外 還有其他的會員讀享內容 希望大家可以考慮成為我的會員 支持我們 多謝大家先 今次的哈佛檔案到這裏差不多 下次再見